杨先生认为这些错误都已经是过去式 妻子没有必要一直揪着不放 动不动就拿出来指责她 还把她们当作现在来离婚的理由 对此王女士显得很无奈 有可能就说什么东西 跟我说对家庭嘛 总的对我好一点 有可能我慢慢会忘掉 会慢慢淡忘的 对 王女士表示 她很想让时间冲淡一切 但问题是杨先生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错误给她造成的伤害 甚至在这些错误发生之后 不仅不想办法弥补挽救 竟然还去前妻的抖音上流言 在王女士原本就伤痕累累的心上 又狠狠地捅了一刀 杀到她前妻的抖音 但是我就看一下 看到那个真的是这个女人 但是我看到那个下面 她就评价她呀 说她呀 上面就说 就是孩子他妈 我欠你的菜多了 到有下辈子我要好好的报答你 吃气了才知道珍惜 你在我心里 我永远忘不掉你的好啊 自己希望你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 祝你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 就不这样子 一派服务员了 杨先生 你是发了这样的留言给前妻吧 在抖音上 我不是发给她 是我自己写的我自己 写的我自己的微信里面 好撒谎 不是发给前妻的 她的前妻下面 我根本就没有联系 没有联系 她就是跟破案的样子 就是每天就是要 发你的手机 每天都要 你的一级动 你跟手机搭什么 什么都要 你拿你的手机 那个记录拿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我说了你回去 我已经忘记了 听到一声音话 杨先生急于否认妻子的控诉 与妻子争执了起来 而王女士为了证明 自己没有撒谎 把相关的手机截图 发给了主持人 看一下啊 这个是抖音上的评论 这个就是在 她的抖音下面的 对吧 这个是在19年的时候 对吧 不是 19年那是她前妻发的照片 19年 这是去年 就说 孩子他妈 我欠你的太多了 如果有来生 我会加倍地补偿你 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心里永远忘不了你的好 好好照顾自己 祝你永远年轻 快快乐乐 开开心心 杨先生 这个是你给他的评论 是啊 是你给他留言 是出于什么目的原因 有些时候 就是心里面 很压抑的时候 总想 发现一下心情 就所以就写了这个 那你心里面 是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心里面是真的这样想的 觉得前妻好像 跟前妻在一起 他吵得厉害的时候 想过 真的是 不吵的时候 不可能会想这个 吵得太厉害的时候 天天地吵 天天无休 无休止地找 找的人肯定是 你还有点想法了 是吧 因为他也经常说 你跟前妻过了 跟前妻过 我说前妻又没有 招你 没有招你 你怎么能说到他干嘛呢 就是 没得这样说 天天说 那里经常说 肯定有点 有时候我在那个 微信里面 我是说了 说了 这个我是说的 看到这个的时候 什么想法 我感觉的想法就是 我不能试 能试 我想让他真的回去 跟他前妻过算了 现在的原因还是因为 有了个孩子 对吧 对